欢迎来到女明星迪丽热巴渠道 点击订阅频道 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迪丽热巴新年代剧开启 与留学艺携手 人妻报表 众所周知 迪丽热巴是美貌与实力并存的实力派小花 她不仅手握多部爆款剧集 还拿到了很多代表演员实力的高品质奖项 就连她的商业价值也调打一大批实力派演员 因此凡是迪丽热巴一出席重要活动 各大媒体就抢着报道 如今的迪丽热巴已经 中国2023年时大新青年的称号 其主流证据 爆款综艺 商业价值 都已经全面开花 近两年 迪丽热巴更是大胆突破 以往古灵精怪的荧幕形象 开启了证据转型之路 对于喜欢迪丽热巴的剧迷而言 大家非常期待 她在悬疑剧《利剑玫瑰》中的表现 毕竟 《利剑玫瑰》这部作品 是迪丽热巴的悬疑剧首秀 今年 迪丽热巴更是主动进军年代剧领域 即将带给观众 一场与众不同的视听盛宴 网传《护上烟火》这部年代剧 已经向迪丽热巴递了剧本出稿 相信 以迪丽热巴的颜值和实力 肯定会带给观众 与众不同的角色体验 迪丽热巴首起年代剧 携手刘学艺 人气拉满 蒋龙 张彬彬 惊喜加盟 作为备受广大观众的顶流小花 迪丽热巴以其明媚动人的气质 细腻灵动的演技 行云流水的打戏 给观众带来了很多 快智人口的爆款剧集 比如《克拉恋人》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秦时利人明月心》 《长歌行》 《与君初相识》 《安乐传》 《公宿》等等 这次 迪丽热巴在《护上烟火》 这部作品中 首次挑战英姿萨爽的 女知青形象 肯定会带给观众很多惊喜 再加上剧中女主 又是一个上海人 迪丽热巴要想诠释好剧中角色 肯定会首次尝试上海话 一个说上海话的迪丽热巴 肯定会别有一番风味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 至于《护上烟火》 男主人选 目前剧方已经暂定刘学艺 刘学艺是业内公认的古装美男 他在《诸仙青云志》 《流离》 《千古绝尘》 《长风度》等热门剧集中 都有不俗的表现 很多观众本以为 刘学艺演过太多古装剧后 会形成固有的表演模式 没想到他今年 却在年代《谍战剧》画媒 呈现了全新的表演模式 让很多观众眼前一亮 不得不说 刘学艺在塑造角色这一块 比其他同级小生更加细腻真挚 很容易让观众身临其境 这次 刘学艺携手迪丽热巴 惊喜加盟《护上烟火》这部作品 肯定会碰撞出很多 有趣的对手戏 为该剧提供更多震撼人心的 高光时刻 此外 剧中冷静腹黑 精明能干的男商人人社 也非常符合刘学艺 清冷孤傲的气质 相信以他的颜值和实力 肯定会赋予剧中角色 有趣的灵魂 在演员阵容选择上 《护上烟火》剧方 除了有迪丽热巴 刘学艺 这两位高人气演员 保驾火航外 还邀请到了张彬彬 蒋龙 这两位极具辨识度的 宝藏演员 一个是自带深情 款款气质的美男形象 一个是自带风趣 幽默气质的搞笑男形象 两人强强联手 肯定会大大提升 《护上烟火》 这部作品的喜剧氛围 和励志氛围 再加上张彬彬 又是迪丽热巴的老搭档 两人一同框 就会唤醒 无数观众美好的青春记忆 肯定会大大提升 《护上烟火》 这部作品的热度 如此扬言且强大的演员阵容 极有可能会让《护上烟火》 这部作品成为明年的年代剧爆款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 近日 有消息传出 迪丽热巴将首次挑战年代剧的演出 并与刘学义携手合作 这一消息令人颇感兴奋和期待 如果消息属实的话 这将是一次备受瞩目的合作 让人们不禁对这部新剧 充满了好奇和期待 首先 迪丽热巴作为一位备受瞩目的当红女星 她的出演 无疑将为这部年代剧 增添不少光彩 她以往的出色表现 和深厚的演技功底 让人们对她的表演充满信心 相信她能够将角色演绎的淋漓尽致 为观众呈现出一场精彩的表演 其次 与刘学义的合作 也是一大亮点 刘学义作为一位 备受认可的实力派演员 她在影视剧领域的表现 备受肯定 与迪丽热巴的合作 将为这部剧增添更多看点 两位演员的默契配合 和精湛演技毙将为观众 呈现出一场精彩分成的演艺盛宴 此外 蒋龙和张彬彬的加盟 更是为这部剧增添了不少惊喜 作为实力派演员 他们的加盟将为剧情的发展 和人物角色的塑造提供更多可能性 让整部剧更加丰富多彩 总的来说 迪丽热巴与刘学义 携手出演年代剧 以及蒋龙 张彬彬的加盟 给这部剧增添了不少看点和亮点 让人们对这部剧 充满了期待和好奇 希望这一消息能够属实 让观众早日见到 这部剧的精彩呈现 共同期待这次合作 能够取得成功 给观众带来更多惊喜和感动 辛之磊披露 与迪丽热巴角逐内幕 青涩试镜照引发关注 辛之磊 一位与胡歌 唐烟 和演电视剧繁花爆红 她与迪丽热巴 秦岚等人参与的旅游之人秀 思路纪也大受欢迎 而在节目最后的真情告白环节 她透露与迪丽热巴认识时 迪丽热巴才18岁 两人都参加了电影王的盛宴 鱼姬一角的海选 结果全败震下来 如今因真人秀重拾友情 当真始料未及 在花儿与少年舞最后一集中 辛之磊表示 有一件事想对迪丽热巴告解 有一年 她演了一部戏叫 《拥抱星星的月亮》 迪丽热巴跟她发了一封私讯 爸爸迪丽热巴 说了很多鼓励我的话 说我戏演得好 但她却过了好久回复 因此非常歉疚 更夸赞迪丽热巴 跟当年一样漂亮又可爱 并感性地说 而且后来 我看你的戏 同样为你感到高兴 两人2010年刚认识时 都还是默默无闻 那时迪丽热巴才满18岁 才刚考上海戏剧学院 还没正式出道 而24岁的辛之磊 也只是初出茅庐的新人 双双因参加大制作古装片 王德盛宴的鱼姬一脚视镜 彼此有了交集 再经过一个多月的海选与培训 最终不敌气质独特的和杜鹃 而被刷下来 此后各自走向不同的际遇 再也没有交集 终于在2023年尾 辛之磊 迪丽热巴 在《花儿与少年舞》重逢 各自都已经站上事业的巅峰 却依然记得 初相时的一切 只是默默放在心中 直到结束时才说出口 随着节目播出 网友搜出 两人当年试镜时的定装照片 一模一样的装造 男演青涩害羞 但都是美人胚子 瞬间登上热搜 其实 在《花儿与少年舞》第一集时 辛之磊就有稍微泄露 与迪丽热巴的过往 两人与秦岚等一行人 在机场等待出发时 辛之磊问迪丽热巴 你还记得第一次见秦岚的时候吗 迪丽热巴看住秦岚 笑回皇后娘娘 秦岚才恍然大悟 他们在讲电影《王》的盛宴 秦岚片中饰演吕后 导演还是他当时的男友陆川 没想到 三人会在多年后 与真人秀同台 缘分真是奇妙啊 在《花儿与少年舞》的第一集中 辛之磊的一戏话 不禁让人回想起了 迪丽热巴与秦岚之间的过往 也展现了他们之间的深厚情谊 当时 辛之磊在机场询问迪丽热巴 是否还记得 第一次见到秦岚的情景 这一问题 似乎是一个小小的引子 却勾起了不少回忆 迪丽热巴的回答 皇后娘娘不仅带来了欢乐的笑声 更是点燃了过往的点点回忆 这一刻 观众们仿佛能够感受到 他们之间的真诚友谊 和彼此间的默契 而秦岚的恍然大悟 更是让人觉得 这段回忆意味深长 电影《王的盛宴》的提及 更是让人感叹缘分的奇妙 当时秦岚在片中饰演 女后 而导演则是迪丽热巴 当时的男友陆川 没想到多年后 他们竟然会在真人秀节目中 再次相遇 这样的巧合 让人不禁为之一探 这一场景 不仅展现了三人之间的情谊 也让观众们感受到了 时间的流逝和缘分的奇妙 或许这就是人生中的一种美好 让人感叹不已 希望观众们 能够从这一场景中 感受到有情和情意的珍贵 珍惜身边的每一个缘分 共同度过人生的美好时光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 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